大家好啊 这里做一个补充啊 就是关于上次实习名李子柒的这个一个补充 李子柒为什么现在视频停更 他表面上他的说法是由于这个打官司的这个原因 实际上不是啊 是由于这个中国的这个对外文化输出这样一个战略啊 告吹了 唧唧了啊 所以这个视频停更了 那李子柒作为这个战略的一个棋子 那肯定要听主人的啊 主人让你就让你上你就上 主人让你下来让你不搞了 那你就不能搞了 实际上是这样一个原因 那么关于所谓的官司 这个官司实际上很容易啊 李子柒首先是一个有背景的 他们去搞一个官司打个掩护 是吧 这简直不要太容易 就这么多